雖然我還想再多聊一下 但是真凡跟蒙玉好許的工作要做 只好再次達到回復了 那物理現象又是架構在什麼上面呢 是架構在我們肉體的 觀測的這個層面上嗎 不容許人腦內有任何黑額子的存在 真凡的思考方式 真不愧為人工智慧學者 然而我知道 大腦內確實也存在著科學無法解釋的東西 明明探知 將來有一天 也能以科學來產明這個現象嗎 這已經是到 如果可以的話 這已經到一個多麼進步的時代 你就已經可以跨越 你說平行世界也好 你說 世界線的這個概念也好 你已經可以跨越時間跟空間 來去用一個更高全面的角度 來去觀察這整個現象 而且可以在這之間找到 互相影響的那個關鍵 來去找到 真正切換 世界線 還有我們人體肉體接收的那個物質 到底是我們哪個東西 來去決定我們所看到的 我們所體驗到的 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當我們科技進步到可以研究出這個東西的時候 這些東西 的存在意義 對我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可能那個時候 我們早就已經不是肉體之區啦 很多生命意義 很多在我們有限的生命裡面要追求的一些能力 那些知識 對我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你只要知道它存在就好了 甚至你不知道它存在也可以 因為 知道的對你來說其實沒什麼幫助 唯一的 你覺得滿足的地方就是你的求知慾而已 但是到那個時候也許人的求知慾也沒有了 進步到那個時代的時候也許我們就像是一個無機物一樣 反正我們不會死 我們餓不死 我們不怕火燒 也不怕太冷的天氣 我們不怕真空 也不怕電極 那 我們追求這些東西是要幹嘛 我們也不用去種植啊 啊我們想要什麼環境 想要什麼生物出現 我們用不著去保護它 因為我們可以隨時用技術力去把它創造出來 那這樣子我們珍惜這些東西 或者這些知識要幹嘛 這必須要有一個 更遠大的目標在 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說才有意義啊 等到說 成為神 就只是一個目的嗎 那成為了神之後呢 你成為神了以後 你還有什麼 慾望嗎 七情六欲嗎 你還有什麼 其他的追求可以去努力嗎 這些東西都不存在了吧 正凡忍不住打了個哈欠 這情況是錯了逼了回去 真怕有人看見他剛才羞恥的姿態 這裡有很多人跟正凡一樣 柯派橋的欄杆上打發時間 但當然每個人都專注在自己的事情上 沒有人去留意正凡 本來今天也一樣要活在菲利斯的家裡 不分昼夜的 為封鎖辦公室做後續處理 封鎖辦公室 今天早上接到雷斯今天教授的聯絡 於是將行程趕回去 東京便基大學一趟 便基大學願意出街一個房間 來代替無法使用的和光室辦公室 完了不太妙啊 緊急副教授在前陣子的研討會上面幫助過他們 目前上一年假期間 但是跟緊急副教授取得聯絡的時候 事情就這麼拍板定案了 先去一趟便基大學 我覺得這個是因為雷斯今天他已經讀完了阿瑪迪斯 比無定真凡的阿瑪迪斯 他已經知道他這陣子經歷了什麼 他聽到了一些秘密 所以他開始採取行動 我現在把真凡叫過去了 還是不會阿 說不定這個世界線上的雷斯經歷不會出手 在大樓之間望向天空 可以看到冬天特有的清晨天色 比起炎熱的天氣我不就喜歡冬天 因為那種平凍的感覺 你可以感覺比較 腦袋比較清楚 折迫之主也會再站在那裡 是為了等待盟浴 喔 seaweed到 對不起 這麼兩個真的在感情墊好了 為了不知道怎麼去奠基大學的真凡 盟運著用表示要為他帶路 真凡的盟運也向真凡拜託一件事情 拍他的照片 真凡其實不怎麼喜歡拍照 但是難得有人願意採訪自己 自己也要盡量的滿足對方 所以就答應了 專業相機 特別的嗨啊 這滿才剛收起手機抬起頭來 這就已經跑了過來 在上一個世界線裡面 在這邊跑過來的 是狗 全副武裝的狗 夢一邊說著 一邊站到正方前方為他帶路 看他這麼工作的樣子其實我覺得 滿有趣的 哇這個電車裡面 全都是二字元的廣告 因為這邊是秋葉原嗎 正凡從剛剛就有點在於蒙域的橘子 他轉頭關他的身邊抓了掉碗的蒙域 哇 可不可以屁股被別人偷摸了吧 遇到吃汗了 他拿出手機開始打字 對 如果在沒有網路的地方怎麼辦啊 收到LINE的訊息 有人在偷摸我屁股 喔沒有啦怎麼了 這樣的話在電車裡面也可以聊天 因為人就在隔壁 卻用LINE聊天感覺真奇妙 也許是我的錯覺 總覺得蒙域看起來沒什麼精神 表情沒什麼變化 但這不代表他沒有情緒起伏 看著蒙域讓人印象深刻的細長眼睛 不能看出他 性微盎然的觀察了許多事物 真不愧是一名記者的感覺 他 他是那種不會講幹話的記者 天生是 優質記者的料 我沒事 你不要介意 我會不得將比武町博士帶到奠基大的 這個存物實在是讓你有點魂生不自在 他什麼 不管是現所有的LINE上 都不需要加上博士這兩隻喔 我們交談時可不可以再稍微輕鬆自在一點 對不起 不知道怎麼稱呼 當部的時候也是叫他Okabe 原記比武 他的意思是 同生蒙域沒有22歲嗎 比武町增盤是22歲嘛 年齡相近 所以 他可能2324吧 蒙域或增盤 幫人光衝看了絕對看不出來 蛤他們只差1歲 原來蒙域才23喔 欸 蒸盤21 我怎麼一直把他計成23阿 而且蒙域居然比較小喔 蒙域這麼小 可是怎麼覺得 他好成熟阿 我問他 我最初以為他好像快30的感覺耶 他居然20歲而已 他比勾還小 好 他不知道跟神切的什麼樣的契約 才可以得到那種身高跟缽滿的胸圍耶 他20歲你們敢信 看來沒有直接稱不過別人的名字 欸不過這樣很好耶 因為 這是他 除了FB之外 另外一個生命中的 重要的那一個人 重要他人 他會因為過度緊張叫不出來 痾 要同身或比勾丁 成為日本少數的朋友之一 哇好棒喔 蒙生也有朋友了 同身啦不是蒙生 同身蒙生了一個朋友了 他突然驚訝了這大眼睛 是朋友耶 20年來第一個朋友 20年去 20年去 竟然要做 我希望你可以立刻實踐啊 只要你是那種有異性在場就會緊張的人 痾 跟男人說話的時候會更緊張 如果都是女生的話 也不是完全無法交談 喔 跟同身兩人相處的時候 盡量不要用like 只能用講的 比較不會無聊喔 如一律正反打這也是蠻快的嘛 未來想要重施寫作工作的話 這是個練習的好機會 媽好理貼圖 加油啊蒙玉 看到你另外一個崭新的人生 摩玉看似夏天的決心 他留起來看樣真煩 在這樣一來一往之間 電車就到站了 哇 中心電機大學的附近非常的安靜 蒙玉說 後已身為臨近的商業區跟市政中心 所以這個時期附近幾乎都沒什麼人 只要很對不起蒙玉 但是也只能請他先到外面等一下 反正今天是假日 反正想要請蒙玉在校內某個地方等 但卻被他拒絕了 好啦時間差不多啦 那我們今天在一起命運十字門 我們就先往到這邊吧 哇我感覺這次的氣氛跟 我上一條世界線真的超好多喔 明明就只是 那個關鍵就只是我沒有去接 阿瑪迪子的電話 沒有去接黃帝奇的電話 但是後面這種氣氛 變了好多喔 而且前面知道群群者 可以幫助我們 看到蒙玉這樣子有一個新的 新的生活方式 其實還是蠻替他感到開心的啦 雖然他殺了媽要理這麼多次 但是畢竟那是 阿法世界線的事情 不同的世界線 他就是一個不同的人啊 只是他同樣 是使用蒙玉這個帳號登錄而已 所以我們 有一些那些恩怨情仇喔 也許可以看得比較開了 因為十字門這個系列 玩起來會有一個很有趣的心態轉變就是 你之前你可能會因為一些小事 對某些事情根根於懷 或者說你會 比較不重視你跟身邊的人 那種相處 就是 那種緣分的感覺啦 那當你 看了這個作品之後 那種珍惜的心態 那種對日常和平的那種相處關係 你就會更加的重視 更加的覺得 多麼珍貴了 能夠在YouTube上面 茫茫的影片海之中 找到名時的這個頻道 這也是一個奇蹟阿 有這麼多人 這麼多影片 這麼多題材 這麼多種時間 偏偏就是 現在也在這邊看的這部影片 我們之間的相遇 應該也不只是巧合而已吧 好啦 那就先這樣啦 我要去休息一下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點一下我的手指 訂閱我的頻道吧 我跟蒙玉 包比個店真凡 我會在下支影片等你的 掰